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曾经被视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贪腐的左右手 甚至一度有习王体制之说 但是跟王岐山关系密切的官员以及红二代 近期陆续被查 引起外界对于习王反目的彩测 而王岐山甚至可能是习近平的侠宜目标 中共最高层的内斗恐怕已经白乐化 综合自由时报跟苹果日报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 这两个人关系非常微妙 但是习近平有些复杂的事情自己拿不定主意 既想要忠用王岐山又害怕他会造反 王岐山的威望、资历以及能力都远高过习近平 中共党内对他既怕既爱又服从 因此习近平不会再跟王岐山合作 但是又不能放他走 所以习近平目前的心态就是我要用你 又要仿制你造反我 这就是习近平的心态 而虽然王岐山在习近平第一任期的时候 以中纪委打贪腐 为习近平拿下不少政敌 稳固江山 但是王岐山的能力很强 也让习近平有所顾忌 加上跟王岐山关系密切的红二代 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 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重判18年的出刑 而之后董宏落马也引起外界采测 中央社先前报导 习近平的一些做法恰恰反映出他的高度不自信 旅美学者邓玉文在德国之声撰文表示 对习近平来说眼前看过去的都是敌人 如果他的政治控制稍微放松一下 这些人就可能会做出不利于他 甚至让他政权不安全的行为来 因此对习近平来说 他必须不断的用权力去维护他用权力建起来的偶像 否则分分秒秒都可能会被打碎 他指出习近平的不安全感以及不自信 更多反映出他个人的主观判断 习近平担忧内部不满以及反习势力 会借着外部环境的恶化 蠢蠢欲动或是兴风作浪 因此习和新的名字出现在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例 不让人意外 他表示习近平直接把自己变成家法的一个部分 认为只有如此他在政治上面才是安全的 也因此反映出其实对习近平当下的处境跟权力来说 他自己是很不安而且没有自信的 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染疫之后 对中国展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度 他8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一定要让中国对于散布中国病毒负起责任 川普还表示他已经下令撤军阿富汗 是因为要准备可能来自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攻击行动 并且强调如果他可以顺利连任的话 将会对中国授权更多的关系 综合媒体报导根据美国之音 川普8号接受福斯财经网节目采访的时候指出 美国跟阿富汗已经交战19年 美国一直在阿富汗撤军 目前已经剩下4000军力 预计在今年底之前就会全面撤军 川普表示他希望美军撤出部署在海外的军队 以减少军队的消耗 因为美国必须时刻为中国、俄罗斯 以及朝鲜跟其他地方做好准备 川普还谈到美中贸易战 他表示如果他再次连任的话 他还会向中国加征关系 而川普也再次批评 北京要对美国的武汉肺炎疫情负责 川普话锋一转表示 中国想要取悦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一触即发 但是我已经对中国感到厌倦 我们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那个新冠病毒疾病 中国病毒 都是因为中国导致的 他表示你看看我们过去发生的其他疫情 这是因为他们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而前有专家分析认为 川普染疫之后 很可能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 不过兰德公司国际防务 跟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璐认为 虽然川普对中国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 但是依旧不太可能在美国大选之前 在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 中国南海问题专家表示 在中美全面对抗的背景之下 由于双方危机管控机制停摆 一旦双边士兵在海上相遇 很可能导致擦枪走火 加上川普日前表示 之所以下令美军撤离阿富汗 是因为要准备可能来自中国 或是俄罗斯的攻击行动 而这也让外界对于南海局势更加担忧 同时中国目前已下令要建公物仓库 呼吁中国人过紧日子 似乎也在为了正式状态而做准备 中央社报导 港媒《明报9号》刊登中国官方智库 南海研究院院士吴世纯的专访 他表示今年南海美国因素大大的增加 美国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 挑拨中国跟东西的关系 南海其他主权伸索国家 则是利用中美博弈的时机 以及跟中国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窗口期 谋去各自南海利益的最大化 而这两方面也形成了南海目前动荡的局势 吴世纯表示目前中美危机管控定期 疏伤检讨机制已经停摆 一旦双边的巡视在海上相遇 任何一方无法遵守现有规则 就可能引发灾难 他预测中美可能发生冲突的地点 就是美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范围之内 而不是在其他岛礁上面 同时自由亚洲电台也指出 最近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建立公务舱 对机关单位进行统一的资产管理以及调剂 以节约行政成本 哈佛大学政治博士顾维群认为 这次行政结构的调整是针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加上美中对峙持续升级 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现况所推出的 公务舱的全面建立是北京中央政府 为了加强调配资源以应对紧张局势的尝试 在发生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背景之下 甚至未来如果发生战争的情况之下 那么中央政府有比较大的资源去调配能力 比较有利于他们执行政策 对抗疫情也好 甚至转向战争背景的生产模式也好 中国外交部9号表示 中国已经加入全球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将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新冠疫苗的剂量 而对此有中国网友嘲讽指出 病毒起源难道不继续调查吗 还有人表示一定要标注好中国制造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9号上午的发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中国8日跟全球疫苗 以及预防注册联盟签署协议 并且表示中方慎重所诺 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将投入使用之后 将会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优先向发展之中的国家提供疫苗 华春莹表示 虽然中国多支疫苗研发处 处于领先国际水平的地位 并且具备充分的生产能力 但是还是决定加入 目的是要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 确保为了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同时带动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加入 并且实行计划 报导指出 中国加入计划之后 将是这项计划最大经济体 而且中国目前有四种新冠病毒疫苗 处于第三阶段的试验 其中两种是由国家支付的中国国家生物技术集团开发 其余两种分别来自科兴生物公司 以及康熙诺生物公司 报导表示 对此中国网友纷纷表示 中国具有大国风范是世界的榜样 哈尔伦说要开心的坐等国产疫苗出现 不过也有很多人嘲讽表示 病毒起源量到不继续调查吗 哈尔伦说卖给巴西30元一支 卖给国内300元一支的新闻是不是有404了 更有人嘲讽 一定要标注好中国制造 既有时报报导 中国致力于开发疫苗试图提升国际地位 不过却被中国自家网友发现 疫苗在出口以及内销的价格上面差了超过30倍 卖给国外疫苗定价两剂只要4美元 更是在中国国内的定价却是两剂定价为600元人民币 无论哪一种价格出口 内销的价格差距都将近数十倍以上 而对此中国网友不满的大骂疫苗公司根本是卖国贼 而中国媒体上面相关的报导目前已经被删除 不过日前传出中国在临床试验尚未完成的情况之下 为了数十万必要性工作者以及其他被认为是高风险的群体接种了疫苗 引起专家安全的担忧 自由亚洲电台先前也曾经指出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 最近播出一段标题为 世卫首席科学家表示 中国疫苗证实有效的影片 内容是世卫首席科学家替中国疫苗的背书表示确实有效 不过香港事实查核实验室却出面打脸表示 这位专家完整的谈话其实是被央视剪接过的 因为这位专家原本的说法是 中国一直重申会让全球取得疫苗的承诺 他表示如果中国在候选疫苗部分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并且证实真的有效的话 那么这些疫苗确实可以攻击给全球 但是他并没有说中国的疫苗已经证明有效 而这起事件也让外界批评央视事以假新闻误导中国观众 感谢观看